12场赛事 第四集1200公尺 全体准备 闸门打开 第12场正式开跑 出场以后 前面先抢出来的果然就是飓风 跟在他身后的就有几匹马 包括大大力在外篮 后面还有声声不息在中间 内侧的位置则有林家海峡 今天抢不出 后面内侧的位置 紫色彩衣的是生化战士 外侧就是强者了 再后面的内侧则是奢侈品 外侧是飞鱼峻 后面还有吃饱精彩 店后的马匹就是蓝色鸣畅了 飓风现在仍然在前面领放 步速是非常快的 跟在他身后的有大大力 以及林家海峡 更外篮的位置就有声声不息 以及生化战士 奢侈品现在走内篮要上来的 后面的外侧的位置 现在就有飞鱼峻和声声不息 现在没有看到它慢下来 飓风仍然在前面跑 内侧的位置就有林家海峡尝试去追 跟外南的位置 现在生化战士以及大大力 这个奢侈品是没有喂出来的 在前面这个飓风 奎洛斯今天的第二场头马即将诞生 飓风一领到底 好 第二就是生化战士 然后看看他展示了一下 他不光能够骑后上马 比如刚才那批九岁的憋出心裁 他仍然可以在这种比较复杂的场合里面 前领马他也骑得这么写意 可以了 今天算是考试合格 如果说大赛日有顾文这些高手在 他没有办法表现 但是今天绝对是非常合格的一天 对啊 今天他整体的表现都很好 除了两场的头马之外呢 也有 有好几场都说了